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做一期带声音的评测 今后可能会偶尔穿插的做一期这样的评测 但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剪这样的视频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评测还是以文字为主 如果碰到特别好的手办的话 我们会穿插的做一期类似今天这样的视频 本来我的第一期带声音的评测 想留给BBF的凯多 但是BBF一直不出货 所以没办法 那我第一次带声音的评测就留给他了 来自G5的鬼岛和夫大妈 来先上组装视频 接下来是评测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妈的包装 正面是大妈的头 侧面是G5的logo 背面是鬼岛的图像 整体的峰会特别漂亮 大妈这个盒子的体积也是非常的巨大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是鬼岛的陆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体积差 内包装是这种普通的白色的保鲤笼 包装咖啡也比较合适 能够有效的减少运损率吧 我给的包装评分是5颗星 这次大妈的分件只有6个 所以安装起来会比较简单一些 手办整体也是又大又重啊 这个大妈的三维和它的重量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鬼岛的陆飞 这是WCF的姐妹们 大家可以做一下对比 下面是造型方面 手办整体的观感是非常的好 动感十足 那我个人给出的造型评分是5颗星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妈的这个头雕 大妈头雕的部分呢 除了这个金色的头饰部分有一点简单以外呢 其他的部分细节都非常的丰富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妈头发部分的这个刻线细节 还有头饰的花的部分细节 还有大妈的这个整体面部细节 包括嘴部的牙齿和舌头 还有后边的这个头细的涂装细节 包括头细的这个纹理 还有头发到火焰部分的这个过渡效果 做的都非常的到位 所以头雕的部分 我个人给出的评分也是5颗星 下面我们来看大妈本体的部分 大妈本体是不需要下面的那个普罗米修斯 是可以单独站立的 非常的稳 大妈的这个披风呢 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布置的纹理细节 然后大妈整体的这个衣服的涂装 阴影感也非常的好 那包括大妈的这个腰带 还有大妈裙子的裙脉边缘的部分 还有大妈包括 她的裤子的这个布置纹理效果 都处理出来了 腰带部分的水贴都很平整 阴影也处理的比较好看 大刀拿破仑的部分 好像跟之前的大妈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火焰特效的位置 好像换了一面而已 大妈本体离开这个普罗米修斯的地台 单独摆放也是毫无违和感 家里边柜子空间比较小的朋友 可以试着把大妈拿出来单独摆一摆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普罗米修斯的地台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普罗米修斯的透明件 目前为止G5家的透明件 可能是所有的小比例厂商还有WCF的这个厂商里边 透明件做的最好的一家了 这个火焰的效果 不管是在强灯光下 还是在暗一点的灯光下 都非常的好看 另外两个透明件的分件 一个是这个火焰的透明件分件 还有一个是这个紫色的透明件分件 都是质量非常好 整体的涂装质量 加上我们的透明件质量 我给出的涂装评分 没有意外 也是5颗星 下面是组合度的部分 大妈所有的分件都采用强磁链接 而且非常的稳固 但是介于大妈这个重量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蓝丁胶加固一下 以防不小心碰掉 那我给出的组合度评分也是五行 这只契武的鬼岛大妈 和BBF的捷克 都是目前为止小比例的天花板 价格在900元左右 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了 建议喜欢这个小比例的朋友呢 可以买一只试试看 我们的评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细节展示和转盘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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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